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即将登场 桃园市经过各农会的选拔后 选出15组优秀稻米参加全国赛 并且举办试试大会提振试气 市长郑文灿表示对桃园好米相当有信心 而且这次市府特别推出百万奖金 给农民与农会最大的鼓励 我想今天试试我很有信心 今年还会得奖 不管是一般米组或者是有机米组 我们都派出最强的队伍 一共派了15队 我也寄出了高额奖金 冠军的农友可以得到200万的资产补助 辅导的农会可以得到100万 桃园市多年来在全国稻米竞赛当中 成绩都非常优异 这次获得大溪区有机米组冠军的农友林中明 接触有机米已经有10年 每年都有进步跟改良 对比赛很有信心 希望能替桃园争光 可能比较幸运的一点 我大溪融会联系三年 比较幸运的人都有得到冠军 就是接触更有信心 因为我现在做友机 我管理方式我一直在改变 就是去年 去年就是有时候 去年我们又输就输到 因为我们刚出米的时候天气的问题 今年可能 那个天空给我们帮助一点 我们出米那时候天气蛮好的 桃园市的烙米连续10年都在全国赛当中获得夹击 今年在各区农会的选拔下选出15位冠军代表桃园市参加全国赛 再会在29号公布结果 请大家给予支持鼓励 期许他们为桃园争光 记者来唯一桃园报道